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個關於苦澀的議題 因為最近學長認識了一些新朋友 然後很多都是咖啡的初學者 他們常常跟學長反應的問題就是 我在家裡沖咖啡的時候 好味道沒有喝到 但是苦澀味卻很嚴重 那該怎麼處理呢 那其實對於一個新手來說 苦澀味是第一個要去克服的問題 所以學長成年了十個可能性 十種方法 讓你的苦澀味能夠降低 甚至會沒有 那各位可以來看看 你是不是剛好也有以下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你使用的烘焙度過深的豆 一般來說呢 當你的咖啡度的烘焙 在深焙甚至於極深焙的情況之下 它的苦澀味的產生是蠻容易發生的 所以呢 建議啦 如果各位對苦澀味很敏感的話 往中焙或者是中淺焙的方向前進 買這類型的豆子 深焙跟中深焙 就可以建議大家可能對你熟練一點的時候 你在使用比較快流速的器材 再去挑戰它 可能對於初學者來說 可能會比較輕鬆一點 好 那第二點呢 是購買品質比較好一點的豆子 那這邊所謂的品質好壞呢 跟風味沒有關係 它主要是在探討的是瑕疵豆 什麼叫瑕疵呢 譬如說有些豆子它沒有成熟就採摘了 或者是它被蟲咬過的 甚至一些發霉的 這些都算是瑕疵豆 很多種 那比較便宜 廉價的豆子呢 那可能這些瑕疵豆 它是沒有被挑選出來的 所以就跟好的豆子混在一起 一起烘焙 那烘焙完以後 就是上了色以後你也看不出來 但這些不正常的豆子 它都有可能會產生出一些奇怪的味道 譬如說苦澀味是很常發生的 或者說有一些臭酸味 或者是甚至有一些藥味 會導致於你其他豆子 連帶被影響 所以購買稍微好一點豆子 譬如說一些有名的獨立小店 減少去減便宜的形態 譬如說有些大賣場 它就是超級便宜的豆子 這些豆子其實都有可能 會有比較高的瑕疵率 那第三點呢 是把你的研磨度放粗一點點 因為初學者常常在研磨豆子的時候 都覺得說好像一直往細的方向前進 其實當然細的豆子 可以萃取出比較多的味道 但相對來說 因為它很細嘛 溶解的風味物很快 很快就溶解出來 所以苦澀味也會很大量的 快速的被溶解出來 那譬如說像有蠻多網友 他們以前剛開始學咖啡的時候 是買現成的 譬如說摩卡糊的專用粉 那拿來煮手沖 或是拿來做其他的器材來使用 但是摩卡糊專用粉 它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偏細的一個研磨度 你把它拿去其他器材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都很容易萃取出很多的苦澀味 所以大家一定要剛開始的時候 可以往中或是出研磨的方向前進 那第四點是使用細粉率比較低的磨豆機 因為磨豆機 它在研磨過程之中 如果它的細粉率 譬如說高達10% 甚至10%以上 這些很細很細的粉 就跟剛才說的一樣 在我沖煮過程之中 就很容易釋放出大量的苦澀味 那這種狀況 更常發生在一些比較便宜的 譬如說 兩三千塊的入門電動磨豆機 或甚至於是一些砍豆機上面 就有很多的小細粉 所以如果預算可以的話 稍微買等級高一點的 或是說稍微了解一下 細粉率比較低的磨豆機 都可以有效的降低 你的苦澀味的產生 那第五點是使用塞粉器 你的預算可能比較不足的情況之下 你還是可以考慮用比較便宜 而簡單的方式 就是使用塞粉器 那塞粉器其實就是利用塞網 在你搖晃的過程之中 讓我的細粉能夠被過濾出去 那你在這個搖晃過程之中 大概15到30下的過程 你是有效的可以降低 5%到10%的細粉率 所以其實效果還是不錯的 當然它無法影響你的 咖啡的風味的清晰度 但是它可以有效的降低你的苦澀感 所以如果你的預算不足 但是還是想要追求 比較不苦澀的咖啡的話 投資一個塞粉器 其實也是一個比較簡單 而且經濟的選擇 那第六點是降低你的水溫 那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覺得90度左右 當然高一點低一點都可以 是很適合用來充足咖啡的溫度 但如果你使用95度 甚至更高溫度的話 高溫會讓你的風味萃取加速 那苦澀味的形成也會變得比較容易出來 所以盡量避免使用太高溫的水溫來做充足 那尤其是在一些它可能溫度是直接加熱的器材 譬如說紅西湖很容易就把水溫弄得太高了 或者說摩卡湖水溫也比較容易過高 它可能高到95度甚至到98度 所以就很容易出骨色味 那如果你是手沖 那建議至少要搭配一個溫度計 很多人他可能沒有溫度計的情況之下 它憑感覺就充足了 其實就很容易使用過高的水溫 導致你的骨色味的產生 那第七點是使用降溫法 其實降溫法這個手法是相對來說並不困難 它其實就是我在充足最後一小節 譬如最後的50cc 80cc都可以 然後我讓我的水溫降低 比較低的水溫在後半段充足的情況下 就可以有效的避免骨色味大量的溶出 因為低水溫溶出率會比較低 就可以減少骨色味的產生 那實際上操作上面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譬如說你的手沖壺 我平常90度在充足就正常充足 那旁邊準備一個50cc 80cc的冷水 在你充足到最後一段的時候 把你的冷水倒到手沖壺裡面 它其實就會有效的降個4度度的溫度 看你的總體減身 那你就可以避免尾巴紅色味的產生 那第八點是使用流速比較快的充足器材 譬如說濾杯濾脊 它們其實都會有流速上的差異 那像需要舉個例子 像我使用V60 然後搭配最快 目前我手上最快的濾脊 是三樣的濾脊 這樣的一套組合 我大概是充2分5秒 到2分10秒就充完了 所以流速非常的快 那如果我使用的是舊款的T型濾杯 然後配上比較厚的濾脊 那我可能充足一樣多的激量 我要充到3分半 甚至更長的時間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當我的粉跟水 它的研磨度是一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原本是泡2分5秒 現在泡到3分半的情況之下 它一定很多骨色味就會釋放出來 所以當你碰到骨色味的時候 你可以檢視一下 你的手沖器材 你的濾杯 或是你的濾脂 它的流速是不是比較正常 網路上其實都可以查到一些流速上的資料 選擇流速快一點的器材 可以有效的降低骨色味的產生 那第九點呢 是一個手法上面的修正 就是減少了斷水次數 所謂斷水次數呢 就是我給水完結束完以後呢 好手動壺不給水 讓水往下流 好那過一段時間我繼續給水 我們這就稱之為一次斷水 那斷水次數越多呢 我的細粉 就是咖啡粉裡面比較小的顆粒 它就會吃飽水 容易往下沉澱 塞住你的濾杯 導致你的流速變得比較慢 這樣的現象呢 斷水次數越多 會越顯著 譬如說你原本臉悶針 後面可能分三次斷水 一二次 總共四次斷 這時候可以考慮把它變成三斷 你整體風味呢 可能會稍微清淡一點點 但是苦澀味的降低 是可以有效的減少 所以調整一下你的斷水次數 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最後一點呢 就是使用口徑不要過小的手沖 為什麼那麼說呢 因為有一些新手呢 很喜歡買那種超級超級細口的手沖 哇 給水很小很小 那這種給水很小的手沖 它的力道呢 給水的力道也會很小 它對於粉塵來說呢 就是沒有太多的穿透力 那當我的細粉 卡在我的濾杯的下半部的時候呢 它用這種手沖 就讓你瘋狂的很用力的給水 它也沒有辦法讓你的粉塵 有進入翻角的這樣的過程 你的細粉還是會塞住 會導致於說 你的粉塵一直往下堆疊 但是你的手沖是力有未歹的 你無論怎麼灌它 它就是沒有辦法 讓它的細粉浮起來 就導致你的流速會越沖越慢 越沖越慢 所以呢 學長建議大家 不要使用這麼細口徑的手沖 至少中口徑 中口徑的手沖呢 它在你在比較用力給水的時候 它就可以有效的讓我的一些細粉 能夠進行翻角 讓流速恢復正常 才可以去控制一下你的流速 所以呢 避免使用過細的手沖 也是一個重要的一個方式 那以上10點呢 就需要整理出來 對數學者來說 常常容易犯的 導致於苦澀的一些問題 如果 你有其中1點 甚至於3點5點 你都發覺說 你好像有發生的話 建議大家 一點一點去思考去處理 其實 要閃避玩苦澀位置很簡單的 只要你關鍵正確 然後使用的方式正確的話呢 其實可能就只是一瞬間的事囉 那 今天的開啡送組工程呢 就說到這邊為止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